怎樣啦 你不是要講 所以不用先台呼 我覺得我們之後再講吧 也是可以啦 也是可以先台呼 好 呼吧 你現在收聽的是 三不五十就七不成詩 AKA三七不 我是617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我是雄信寬 We back again 對那個懶惰的我們 現在一個月一集 對啊盡量囉 抱歉了 最近我在準備大嘻哈時代 他也在準備大嘻哈時代 我在準備 讓你沒有辦法繼續準備大嘻哈時代 不要啦 所以 有點小忙 好我們今天可能要來聊一點 要不要先講一下大嘻哈時代 幹你不是要講周杰倫 大嘻哈時代與周杰倫 好 周杰倫帶領的大嘻哈時代 周杰倫帶領的大嘻哈時代 開啟的大嘻哈時代 好啊你身為大嘻哈時代的評審 你有什麼想說的嗎 聽說到傑倫帶領的大嘻哈的時候 總共有1200個人報名 幹1200個太多了吧 幹真的大嘻哈時代 真大嘻哈時代 我們剛開始聽嘻哈的時候 有120個老舌歌手嗎 可以聽嗎 對阿而且還有很多朋友是沒有報名的 幹你現在走在路上倒垃圾能夠遇到老舌歌手 對阿 超屌 一場可能只有100多個人 選100多個人吧 一場選100多個 因為有高雄和台北場 你是參加台北場吧 台北場但還沒公佈啦 所以高雄已經公佈了 已經公佈了 是喔 你沒看 我沒看阿 超多耶 而且 而且 九成都是英文名字 是喔 一拉下來看超多英文 所以 那個沒有包括總指選手 沒有沒有沒有 總指不用去第一階段海選 對 幹你不是評審嗎 我不知道阿 我都不看規則了 對阿 沒你的事 你只要坐在下面 然後在那邊講評就可以了 我看規則是 我不想要 不小心的不公平這樣 我想要超級公正 對 所以他也沒聽過我的歌 對啊 好你講之後覺得好 我覺得好像沒什麼 大吉他時代好像沒什麼好講 而且 而且我們這集做完 說不定大吉他時代已經演完了 然後聽了很想說 幹他們兩個到底在講什麼 那我問你第一次 那我問你第一次 那錢哪來的阿 我的 從哪裡掉的阿 我手上掉的 幹 憑空出硬幣 魔術師 魔術師 所有魔術師 就讓我想到 一個人很喜歡魔術 講成周杰 幹 你要講得那麼硬喔 你開個好一點的開頭阿 好 熊敬寬你第一次聽到周杰倫是什麼時候 只是直球阿 對啊 第一次聽到 我記得我是小五到小六的時候 同學都在聽八度空間 喔 差不多 然後 升上國一的時候 那時候 應該是剛出夜會美 我就跟我媽吵著要買這張專輯 然後我都去漫畫店 聽那個廣播的時候 我就會聽到 麻吉弟弟 然後下一首就周杰倫這樣 所以麻吉弟弟也是你小時候的偶像 我就想說 這兩首歌好像蠻像的 就是那個電動網有沒有 電動網 麻吉弟弟 然後接到那個 喔喔喔喔喔喔 電動網 電動網接到那個 以父之名 我想說這兩首歌蠻像的 Andrew跟你一樣大 對 喔所以 你還在媽媽10塊的時候 他已經在表演 對我在請媽媽幫我買 周杰倫的專輯的時候 他已經在表演了 他已經在出專輯了 好屌喔 那個時候的音樂好像很難取得 你想聽到周杰倫 你好像不花錢買 好像是不是聽不到 對啊就聽不到啊 真的 欸這樣很屌欸 真的啊 音樂好貴喔 所以才可以賣那麼多帳啊 這真的很屌欸 現在是 大家是要搶著給你聽 欸拜託聽我一下 拜託聽一下 怎樣子 以前是想聽聽不到 真的是想聽聽不到 而且那時候我記得我是 我媽幫我買了以後 她還不讓我聽 問我 要考完段考以後才能聽 幹真的假 然後在那之前我都只能聽 我媽買的一些別的那種 西洋的老哥精選 欸對啊你 就是熊仔第一張專輯有一首 我很喜歡叫小雨 那是一個正宜唱的 喔但那是我比較後來聽的啦 那我想說 幹為什麼一個 年紀比我小的人 會聽一個60年代的歌 我就很納悶 沒有那是我後來聽的 我後來可能大學時期聽的 喔 對 在Dagging的時候聽的 反正你小時候聽蠻多 就是老哥跟西洋哥 對 然後 但華語 小時候最崇拜的就是周杰倫 水喔 然後 小時候都想要當周杰倫 小時候覺得自己是周杰倫 所以 國一的時候大家都叫我熊董 熊董 欸我 欸我 我是因為周杰倫 比較後面出 我一開始超喜歡陶澤的 喔 陶澤第一張的時候真的很帥 喔我記得我 也是國一的時候 我們班導超愛陶澤 對 然後 他都會 會自彈自唱那個 那首叫什麼 寂寞的季節 喔 寂寞的季節 對 因為那個 其實他們兩個的RMB 都是RMB 但是風格差蠻多的 陶澤的蠻 這有選上RMB嗎 都是RMB 那已經不是 不是RMB 跟西蘭的RMB完全不一樣吧 還是爵士 怎麼可能 他就是 譬如說哪一首 你舉一首 周杰倫是Trap始祖 哪一首 他就做Trap MumbleRap始祖 MumbleRap始祖 對啊 RumbleRap是 模糊說唱 模糊說唱始祖 對 好然後我講一下我聽 周杰倫的那個 第一次聽的故事好了 那是我國一 在電腦教室 然後我旁邊 就有個同學說 欸我姐說 這個人 長得醜醜的 但唱歌很好聽 然後我們聽一下這一張 然後他就 拿給我 因為電腦教室不是 就電腦 比較厲害的人 做完就可以做自己的事 然後可以玩遊戲幹嘛 然後我就跟我另外一個朋友 就聽 CD喔 對CD 可愛女人 第一張 紅色封面了嗎 就他騎 他坐在一個椅子上 飛起來的那個 欸那是原版封面 對原版封面 oh shit 我就聽可愛女人 然後我就聽到 幹這是什麼東西 因為其實我 就國小的時候 就會聽什麼 飛碟電台 我會聽很多五百啊 什麼周華劍 然後我第一次聽到那種東西 就是幹這也太好聽了吧 這是什麼 我們就一路 一直聽到鬥牛 然後就下課了 然後我們整個意猶未盡 然後那個同學 就我旁邊那個同學嗎 就是他 他一個同學給我們兩個聽 然後他就把他的光碟片幹走 後來原本給我們那個聽的同學找不到 他好像帶 就把他帶回家了 那個一開始給我聽的那個同學 還過兩個禮拜 過來跟我們說 欸 我知道是你幹的 啊這個CD可給你 你給我三百塊就好 不跟你計較 喔 幹好聽到被我同學偷走了 很屌欸 我記得我那時候 對我第一張買是葉惠美嗎 後來就開始王惠 有一些是用摳的啦 嗯嗯嗯 都對不起 但是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必須摳啦 那麼窮 對啊 那時候摳了 范特希的樣子 欸你知道我那個時候就有那種同學 幹 上課就帶一大堆那種大補帖 空白是一遍 SHE孫燕姿 用那個黑筆寫上去 然後一張賣三十塊 幹他賺到可以買腳踏車欸 真假 真的啊 活動的時候 好屌喔 那時候有Easy Peer嗎 那個時候 快出來了 還沒 也還有KKBOX 然後 那時候我後來同學 我記得有一個同學 好像把我的 拿一張CD 刮到了 喔 然後 他就陪我一張 周杰倫的第一張專輯 同名專輯 你還沒聽過 蛤 你那時候還沒聽過 那時候我還沒有聽過 對 然後 那張他還附那個VCD 喔好像有 一張是藍色 一張是紅色的 你沒有 欸他是十支都有MV對不對 沒有那麼多首吧 好像有黑色幽默 我記得有黑色 因為那時候 看VCD也蠻麻煩的吧 喔對 要拿一台VCD機 對啊 然後這邊看 我記得有 應該有可愛的女人 和 黑色幽默 有啊有V姐 有V姐 有年輕的V姐 我成就達成了 那個 跟V姐拍MV 可以可以 又像周杰賣金一部 又像周杰賣金一部 喔你的 你的MV有徐厚萱 徐厚萱的MV有我 勉強搭上關係 勉強盤一波 這個 後來你買了那張專輯 喔我跟 我跟 沒有那個 幹走的同學付錢的啦 但後來他有借給我 嗯 但其實 以 以我那個時候來講 就2000年 的時候來講 其實 他不只是風格 他就連那個歌詞也是 非常的 很超前 他一開始就跟 方文珊team up 嗯 對啊 然後而且他自己也有寫詞 對 然後V姐也有寫詞 喔對V姐也有寫詞 V姐也有寫詞 嗯 就是 就是 你聽那個鬥牛的時候 你會覺得 幹 為什麼他寫的幹 他就表示他平常有在打球 有在打球 對 像是空中接力 我就是聽起來沒在打球 這都木木的三分球 誰跟木木 而且就是那種打球的人聽會覺得 幹這好屌 為什麼這個會寫在歌裡面 可是我那時候聽我就覺得 他怎麼越寫越偏啊 你說什麼 有話去對醫藥這樣說 就是 可是他也沒有前面好像都還是在 在講 喔三分鐘 他在空中 三分球 他在空中 停留 所有人看著我 保險進球 對都還在講 籃球 然後到後來是變 你拿著球不偷 又不敢掩護我 然後到後來是 瞬你怎麼面對我 然後到後來已經整個是在講打架了 但是我小時候的那種籃球場 真的還蠻常打架的 對 而且很多那種球哥真的是 你拿球不投又不掩護別人 幹這球哥就直接把球哥寫上去 就是你 那他這樣 這首單曲應該叫 就是 球哥喔 沒有就是你在 因為我接觸的那個年代 你在國語歌 你很難找到這麼直白的歌詞 現在 我之前看一個YouTube上就是給 拿周久仁第一張 然後給大陸的00後聽 他們傻眼喔 沒有他們就是 他們的反應讓我傻眼 他們反應是嗎 他們反應就是 蛤 我不喜歡聽這種的欸 我都聽法老 或者是 我都喜歡聽比較硬核說唱的東西 然後或者是 很多人就會很驚訝 蛤 這是我出聲那年發的嗎 也太前衛了 就你現在看到的 音樂是踩在 所有人 所建立的一個框架上 慢慢的在擴大 就是 我之前有講 就像 我覺得 Coby一定比Joe能強 單打的話 09年的Coby一定比Joe能強 可是 沒有Joe能強 就沒有Coby 因為 Coby的技術全部建立在他前期 在學Joe能強的上面 所以我們現在 講那麼多很直白的歌詞啊什麼 在我那個時候是沒有的 那個時候大家不是那種 風花雪月就是愛來愛去的歌詞 這種 蠻屌的 但是這也是因為 其實台灣 在 1989年才 在那之前 大家也只能 對啊 很多 很多東西也不能講吧 對啊 而且創造力也沒有那麼厲害啊 又不是 劈頭是 經過那個 西皮時代 對啊 我就不知道 周久遠他到底受了什麼西洋音樂的影響 對啊 我這樣沒聽他怎麼講過 對啊 你聽那個什麼 指戰之上 裡面 那句怎麼唱 張昏洞長 他的雷光 誰這麼重 超這次唱 這故事一開始的結局 會成就一定這壁的陽光 這故事一開始的結局 會成就一定這壁的陽光 幹 這Trap始祖吧 這Trap始祖 這是三連鷹 三連鷹 2003年有三連鷹 對 那個時候 那時候樂狗還在寒流來襲 周久遠已經是三連鷹了 沒有啦 他更早就有三連鷹了 對啦 我覺得那個 就很難想像他那個時候到底是 聽什麼東西 然後影響他出來的 很難想像 我記得我聽說他有聽MC Hammer MC Hammer 可是也差太多了 Ice Ice Baby是MC Hammer 不是 那是Vanilla Ice 對 那他是古典出生的吧 所以說 他應該是借了很多古典裡面的一些motifs 或什麼 然後 他可能想說 古典裡面有華爾茲的東西 把他 用到我舌上會怎麼樣 或什麼的 古典你熟嗎 我不熟啊 我也超不熟的 就是他的思維邏輯會比較 比較 應該說比較數學一點吧 我猜的 音樂性很紮實 對啊 比較有條理啦 比較有條理 就不會像是亂唱 然後整個亂掉 而且那個時候 他第二張Fantasy 然後我是 馬上就去買了 喔 然後 我就聽第一首 喔 那個 愛在西眼前 剛好好好聽喔 嗯 然後聽第二首 什麼變成不要打我媽媽 然後我就傻眼 想說幹這個能 能播嗎 這樣子 幹這個超屌的耶 欸你有沒有發現 第二張專輯我覺得他比第一張走音很多 喔好像有喔 第二張他的音其實蠻飄的 比較飄一點 尤其是像是 忍者是不是 簡單愛 沒有忍者還好 簡單愛超飄的 我有點忘了 就是那個說不上為什麼 那幾 就是從一開始就整個飄到底 直接個性走音走到底 個性走音 然後 然後 但我會覺得 可能是因為他 他出的時間 應該是 蠻接近的吧 呃 那張是01年 然後 呃 第一張是什麼時候 00年 對他一年就出了 對啊他前面是一年一張啦 對 他前面一年一張 真的 很屌欸 很屌阿 沒有啦 那個時候吳宗憲 在 在把他牽進來的時候 他已經很多歌了 喔 所以他第一張算是他 好像他做了30首 然後選10首 喔 對 哇那跟康耶威斯一樣欸 對啊 那個 吳宗憲就是JZ 他媽 不要出法 是什麼爛東西 他好像是給他 一個機會要在 兩個禮拜之內 還是 喔 生出10首demo 就幫他出 喔 然後好像 吳宗憲有跟他說什麼 你破什麼10萬張 就買什麼車給你 然後最後好像沒買 喔是喔 我都覺得不爽 欸他第一張賣50萬張超多的欸 幹好扯喔 50萬張欸 好扯 你現在 YouTube點閱率50萬都很屌 你是賣50萬張實體專輯 真的阿 因為你要買你才聽得到阿 對啊 所以其實他的點閱率也就是 400萬左右 我覺得不能這樣算 我覺得如果那個時候大家有YouTube的話 他應該有破譯 有有 應該有 因為 因為你知道 就我小時候 YouTube就是那種 喔老師叫你做什麼作業 然後你不知道上款什麼平台 你就傳YouTube 那個時候沒有YouTube 你上去點就只有一些 就是那種電視Copy的東西 就是沒有什麼YouTube組 然後那個時候我記得2006、2007年 然後大家在網路上集氣說 喔我們要讓華語 華語歌的第一首歌破1000萬 嗯 然後那首歌叫不能說的秘密 喔 真的喔 那時候他998萬多少 然後你把它破了 然後我們好像就一起狂點 喔Shit 幹然後你想想看 你現在自己 你現在的買榜就2000萬 我那個 不能這樣講啊 不一樣啊 那不一樣啊 對我是在說那個時候的 就像以前的錢 比較 以前的 幾萬塊都可以買房子 不是嗎 對啊我們那個時候是要 全球華人幫忙點才有1000萬 底下你窮才2000萬了 對啊 不一樣啊 通貨膨脹啊 點閱率通貨膨脹 對對對 不能說的秘密 喔那時候也是 班上會彈鋼起來都在練 欸那個電影其實蠻好看的 我覺得很好看的 我覺得超好看的 我覺得比他後面的都好看 對啊我覺得真的是 後面看的都會覺得 幹為什麼我只變這樣子 我就看功夫灌籃 喔我好像有看一點點點台 就不想看了 就覺得幹 但不能說的秘密真的好看 對真的很好看 拉回來 為了美很真 鬥琴 白劍轉黑劍 欸鬥琴那個人是誰 另外一個人 余豪喔 我忘記了應該是 但但但 呃 你是男全媽媽裡面的嗎 鋼琴王子 而且他 他自己這麼厲害 我覺得他捧的人 都沒有一個紅領 就很難 達到那個道路 但男全媽媽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我也蠻喜歡的 可是我覺得男全媽媽 就有點 周杰倫複製的感覺 因為畢竟是他製作的吧 我覺得應該是他製作的吧 中間很多都有他 感覺是他 他寫的歌 像是 像草拔夫就 蠻像他寫的 瓦解 對啊 很多欸 直到那個Lara進來之後才有 變化蠻大的 前面都很周杰倫 對對對 所以你聽的第一張是 八度空間 我聽的第一張其實 八度空間 是 朋友的哥哥拿給我聽 八度空間 對 是一個 我一個胖胖的朋友的 一個胖胖的哥哥 胖胖的朋友 胖胖的哥哥 然後拿給我聽就說 欸不覺得很帥 然後他一直在那邊學 然後我就覺得 幹這個胖哥好怪 一直說什麼 讓我們半獸人的靈魂翻滾 我想說幹什麼半獸人 欸半獸人蠻好聽的 對啊 半獸人 你半胖人吧 半獸人 我蠻喜歡半導鐵盒 喔 我覺得第三張真的很厲害 第三張的前面都是 hit after hit 嗯 半獸人 然後暗號半導鐵盒 喔 好帥 這些都是hit 然後 再來是什麼 欸東風破是嗎 沒有東風破是第四張 第四張是我心中的 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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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喜歡第四張 就是可能也是因為是我第一張買的 但是 欸第四張是叫什麼 就葉惠美 喔葉惠美 葉惠美 他說因為是什麼 已富之名 所以要平衡一下 所以叫他媽媽 葉惠美 欸那個 你知道 葉惠美那個時候 好像是 就是 他在 龍泉啦 剛才那個第四張是龍泉 他要 他要首播的時候 就是 就是全世界 五十幾個電台在首播一步 好像是 然後有什麼 20億的聽眾在等 不可能有20億啦 應該是2億啦 應該是2億 數量極錯了 對數量極錯 幹了然後就是那種 21太誇張 21的人是 全 中國大陸的人 對 再加上 全美國的 人 都還不夠 欸對 對 不可能啦 不可能20億啦 那個2億 2億啦 但是 2億還是很厲害啦 對啊 而且那個時候 比如說 你要 我們那時候已經可以下載MV3了 然後你要 你聽到周杰倫那首歌 你可能在 網路上載到 你是前面會聽到 有個人 廣東話人的介紹 喔 海中結論 然後 之後介紹完 以富之名才放出來 因為那個專輯還沒發 喔 那Rip下來的 對 所以就那總結下來的 幹很帥很屌 那一張也是經典啦 那一張幾乎每一首 都是神作 我們現在應該是要拿手機 出來看一下那個曲目 喔我不用看 幹你不用看喔 我不用看 他不帥喔 第一首以富之名 第二首諾夫 第三首 這叫晴天嗎 對晴天 對晴天喔 然後第四首是 三年二番 第五首東風破 唉唷 第六首是 我現在正在 檢查中 第五首東風破嘛 對 第五首東風破 然後 開始難了 第六首是 提示一個字 你 喔你聽得到 那第七首是他的睫毛嗎 不是那第八首 那第八首 第七首是 喔同一種調 對 然後他的睫毛 對 第九首是 呃 梯田嗎 還是那第十首 那第十首 喔那第九首是 雙刀嗎 喔那第十一首 然後第九首 還有一個是什麼 我 吊金 喔愛情玄 欸欸欸欸欸欸 我幹那你真的很屌欸 你真的背下來欸 我是鐵粉啊 我以前 我也是鐵粉 我演唱會 但你還要比我更鐵 我演唱會是 第二排的那種 他就在我前面這樣 喔 對 我也沒看過他演唱會 我只看過他那種跨年場 我去過兩場演唱會 帥喔 欸那你喜歡那個 你喜歡雙刀嗎 雙刀蠻帥的啊 雙刀蠻帥的 雙刀蠻帥的欸 而且那是搖滾元素欸 算是有點punk 算是有點punk 對 對不對 感覺很帥 然後還有那個 所以我後來很喜歡 加很多音效 到我的歌裡面 所以我結論大大影響 你有看雙刀蠻帥嗎 有喔我有看雙刀蠻帥 有沒有很周星馳的感覺 我覺得很像是 很像是想要 學Wu-Tang或什麼 對喔有一點欸 幹周杰蠻有聽Wu-Tang吧 我記得那裡面好像有 有 有Wu-Tang的人 我不知道是有Wu-Tang的人 還是有 有什麼reference 喔 或是那個 Karate Kid 或什麼 對啊我覺得 為什麼周杰蠻在拍功夫片 很像黑人在拍功夫片 就那種消費功夫片的感覺 周杰蠻是模仿黑人 拍 模仿黑人 模仿華人 模仿黑人 模仿華人 白功夫片 很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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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講到夜會美了 我覺得前面有幾 因為我們是 以嘻哈看世界嘛 喔OK 所以我們前面有幾首 我們可以聊一下 比如說 怎麼看忍者這首歌 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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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超帥的阿 V超帥的 V超帥的 然後 然後 其實 flow也超帥的 V超帥的 我對忍者 我自己有一個觀察啦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我自己的想像 是說 我覺得 因為那首詞應該是黃俊郎 喔喔喔喔 還是是方文山 喔應該是方文山吧 應該是方文山吧 我不確定 反正不管是誰寫的 是先寫好詞以後 之後覺得 靠上去 然後直接給他freestyle free上去 有一個flow 因為 他在裡面很多 該押韻的地方 被他快速帶過 喔喔 然後他又常常斷在一些 沒有押韻的地方 喔喔 我覺得 但是有一種蠻帥的感覺啦 就很 就行雲有水阿 對啊對啊 你看他劇就物力的像是看 一部慢二爛 死的 一部慢二爛死的 宣冠 理論上應該要斷啦 對 差不多 差不多 有一米寬 可是他直接唱 差不多有一米寬 喔 因為他為了他的flow 差多有一米寬的信仰 我就在喝味噌湯 我坐著喝味噌湯 在旁觀看 你看 真的耶 信仰 和味噌湯應該要停了 然後還有 在旁觀看庭園甲山 京都的夜晚 有一種榻榻米的道香 叫做餐 哪裡 可是 這邊 有點怪 應該是在旁觀看 庭園甲山 京都的夜晚 這樣講起來好有詩意 唸起來完全不是那回事 有一種大大米的道香 叫做禪 那裡 神社許願 閃過一個畫面 這裡 人真夢著面 在角落 催暗劍 心裡 幕府 有衝見 衝見 然後最後還有停在 懷舊凳末 片 對 因為你看他的韻腳在後面 片啊 對對對 可是 他為了他的flow 所以我覺得 我的猜想是 他是 先有詞 然後freestyle 我沒這樣想過 但聽你這樣講好像是怎麼回事 我猜啦 然後 你下次有機會 問他 如果有機會 見到 其實 對啊 我 其實能夠跟 杰倫大大見面 也算是我的 人生的 夢 對 清單之一囉 哇 你已經在這個高度了 還有這個夢想 很棒 嗯 就是 我覺得不知道 有些像是 其實 對我對蛋寶的感覺 跟對 周杰倫 差不多 周杰倫跟蛋寶選一個 欸 不一樣啦 就是不同時期的奇盟嘛 像是 國小國中是周杰倫奇盟 嗯嗯嗯 然後高中 算是蛋寶奇盟 對啊 那 想問你 雙結棍這首歌嗎 等一下 忍者我覺得還可以再講一下 好來來 如果真的要從嘻哈角度講的話 對 會覺得 其實大部分周杰倫的歌都是這樣 因為他是從 一個 流行音樂角度寫的 但是 對 從嘻哈角度講的話 不會兩段子用一樣的 喔 對對 但是在流行音樂裡面常常會 就把 整個老實在重唱一次 這樣 其實 其實現在就有點 萬乏 歸一的感覺 就以前唱的是唱的 唸的是唸的 然後周杰倫很早就 把這種很 用很旋律的方式 然後再唱饒舌 然後現在反而 我們美國的那種南岸的風格也慢慢 就美國主流也慢慢變成這個樣子 周杰倫是旋律饒舌嗎 我覺得他 他不是旋律饒舌 但他有旋律饒舌的影子 然後他 每一首歌的風格又很不一樣 就他有 有那個影子在那邊 就像 就像很多人說 喔 李小龍是 MMA的始祖 成龍是跑酷的始祖 但對我來講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美國他們 現在很多人在做旋律饒舌的時候 第一首很帥 第二首很帥 但後來咧 都太像 喔 但周杰倫比較沒有這個問題啦 他只有琴歌比較像而已 對 琴歌真的是有時候真的是 幹怎麼又是這樣 沒有啊 可是你覺得怎麼會是那樣的那些歌都很hit耶 對 都很hit 像那個時候 比如說第一張好了 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聽 我覺得最難聽的是 印第安老伴舊 但是我現在覺得印第安老伴舊超屌 真的 就是幹裡面 就是 幹好豐富喔 為什麼可以這樣 很多層次喔 對很豐富 但因為我那個時候的耳朵 是被那種 民歌洗禮的 所以那個時候 應該不是民歌吧 應該是 琴歌吧 芭樂琴歌 所以我就覺得 幹這 為什麼他那麼多首那麼好聽 這首還唱他小這樣 嗯 但我現在就是真的 可是 那你那時候聽娘子是什麼感覺 欸 他那個剛好就介於那個中間 然後印第安老伴就直接跨過去 喔喔喔喔喔 是這樣喔喔喔喔 所以 在介於那個中間的時候 大家聽民 用民歌的角度去欣賞去 欸好酷喔 這是什麼 這樣子 對 但你 你現在有變嘻哈角度去欣賞 整個倒過來 那 那其實 對啊 他其實這有一個原則 叫做Maya 那是什麼 這是KKBOX的 Terry大大 跟我分享的 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做Mybomb 然後 還沒發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這個一定會hit 一定會hit 然後他說 因為這個遵從了一個原則 叫做Maya原則 什麼是Maya原則 Maya原則 就是M-A-Y-A Maya原則叫做 Most Advanced Yet Acceptable 就是 盡可能的前衛 但是 能夠被人接受 的那個限度 就是Maya限度 嗯 這個 蠻有道理的 對 所以那個 很多很hit的歌 好像都這樣喔 對 所以那時候 印尼安老班就可能已經跨過這個Maya的界限 啊你 你這樣就讓我想到那個 Leonard's X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他 又有鄉村 又有點嘻哈 對 又有心意 然後大家又聽得懂 對 不像是夢想成真 充滿心意 但大家聽不懂 太前面了 沒關係 我等大家15年 15年以後來聽 好 我期待大家15年後的腦袋 對 就像 當初 貝多芬 剛出來的時候 古典學界就覺得 幹 這個人 到底在幹嘛 貝多芬不是15年 他是直接 100年後 大家才聽得懂 對 貝多芬直接100年 幹好扯喔 就那個時候他已經明滿 明滿 全部歐洲了 可是他就做一些 那個時候當時的人 聽不懂的東西 嗯 然後他是100年後 然後 才被人家挖出來 是 就重新聽 幹 封神了 好丟喔 對 但我 底子不夠深厚 聽不懂 先把你弄龍 看看 龍字老舌 我幹 龍字老舌 龍字老舌 欸幹他自己在唱什麼 都不知道欸 好丟喔 欸那我 那你在錄音的時候 我要在你身上打牌子 對 點在你身上 像Baby Driver一樣 手要摸著音響這樣 喔 好帥喔 欸我覺得 我覺得三年二班那個 Sample乒乓球那很酷欸 喔超屌的 可以啊最近 我兄弟Alan Sample了一首娘子 不是我要唱的那個娘子 是他真的Sample了那樣子 喔真的喔 蠻酷的 小心被告 欸是幾秒才會被告 他那大概三秒吧 喔三秒欸 那應該沒問題 喔 是不能超過多少 沒有啦沒有上架都沒問題 喔 上架的話就要小心 所以像史詩那種是有買 是吧 那個應該有買 那個蠻差的 那一定要買 那一定要過喔 我現在講 祈禮香好了 祈禮香那一首 我覺得那個 將軍蠻帥的 喔將軍很帥啊 然後你知道將軍 就是後面他說 將軍 是他好像跟劉根宏 然後去那種老人的集攤 然後投入 對 我有看 他好像在專輯那頁裡寫欸 什麼 然後說什麼 後來他們知道 後來他就說他是周杰 然後請大家喝飲料 然後結果 那些老人就不爽 不爽喔 對就不爽 為什麼不爽 想說錄我幹嘛 對啊就覺得 被侵犯隱私這樣 X好小 欸那那個 蹲小僵屍蹲 那個我OK 那個不錯 那個我還OK 欸那是哪一首 粉草綱目 喔對粉草綱目 其實他從第一張開始 就已經很很怪了 他就是黑色 呃 完美主義 喔完美主義 完美主義 他後面不是直接一整段消掉自己 走接輪走接輪 這超帥的 超帥的啊 我那時候聽 我想說 幹 然後是啥 而且我覺得他會在裡面 就偷偷罵髒話 有嗎 不是 就是比如說印第安老闆酒 就是包括像貓的狗 就是他會說像貓的狗 然後他 他終於有一段是包括他媽的狗 是喔 有嗎 他很常會在他哥裡面偷偷罵髒話 是喔 對 然後很多手都有 是喔 我沒發現耶 剛剛我覺得蠻蠻幽默的 我沒發現 對 但那時候應該是都不太 大部分的歌都沒有彰化吧 對 那個時期 很屌 慢慢很屌 從什麼時候開始歌才有彰化 MCR都 沒有吧 應該 什麼佐水溪公社什麼的 應該一直都有吧 喔 你說地下的話可能 地下一定都有 但是主流的話 還好 什麼時候才開始有呢 阿靠北按道 你聽了出來那是哪一首嗎 現在玩這個遊戲喔 欸 好像沒差吧 只有三秒那個版圈 三秒的版圈沒差 欸 這有點難 因為我自己聽不出來 我知道了 那個 風 喔呦 幹 真的耶 好強喔 好強喔 緩緩飄落的風 也像是 欸 如果我們要玩這個的話 我們這一段的背景音樂要先剪掉 喔 對 要空出來 好 來來來 再來一首 反正是Alan的 丟包喔 直接丟包 直接丟包 來來來 而且要這樣喔 好好好 我們不會先說什麼 現在要進入什麼 喔 這個很簡單阿 這個是那個 喔 不是那個 呃 呃 菊花蟬 呃 菊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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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喔 再來一首 喔 這我不知道欸 幹 但是你有印象 我想一下 欸 你從耳機聽我 那放的音樂清楚嗎 不會是米良的 那小鐵匠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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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後面的 有印象嗎 我比較不熟 我再放一點 呃 那個什麼 教學錄影帶 不是 不是嗎 紅模仿 喔 紅模仿喔 喔 那很像那個 Return of the Trace 對 剛才蠻帥的 那個一定 那個真的太像 Return of the Trace 是 有白亮的群路 展示黑了褲 穿著腿子 我戰著三起敷 耶 Fut the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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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你是 幹 我都可以講嗎 你是哪裡 開始比較沒在聽 我覺得不能說沒在聽啦 像現在發新歌 我都還是會聽 然後 但是我覺得小時候聽 對 這個長期記憶來講 有一個 對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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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一聽到 你小時候 尤其是 學生時期的音樂的時候 整個它會帶動的是一個 回憶 沒錯 一個時光膠囊的感覺 而且 就是把你帶回那個場景 而且連那個味道都有 對 氣味都有 哇 那熊敬寬你有連絕喔 哇 這樣算連絕嗎 如果連味道都有 可能有連絕喔 我覺得是 可是它真的是一包的 可是現在 譬如說OK 我現在聽到 尤其是我 我開始當職業以後 聽到這些歌 我比較難有這種感覺啦 就像我 我那個時候 我國中很喜歡一個女生 然後我們 國中很常會去KTV唱歌 然後她就說 欸你唱周杰人很像欸 然後她就叫我唱情電 然後可能 可能叫我唱五次 因為她很喜歡周杰人 然後反正我後來 後來我去拔她 結果她跟我一個朋友在一起 幹 我整個幹超難過 然後 我那個時候 高中的時候 一波情電我都想哭 所以其實剛才那個風 對我來講也是一樣 因為那時候我剛失戀的時候 我都在聽那一張 喔是喔 就是風的那一張 我現在聽還是會有感覺啦 就是把我 把我帶回我高中的 國中的那個感覺 對 尤其是天氣變冷的時候 加上 聽到風 就會有一種失戀的感覺 我覺得人在一個 成長階段 可以影響 他的東西 好像是一輩子 真的 就比如說我現在已經30歲了 我在聽什麼歌 我可能50歲之後 我在聽這個歌 也不會回到我30歲了 我覺得 不一定喔 你到50歲再 再回來聽 就是我覺得 那種成長期階段的東西 是很烙印在 對啦 身心靈 因為我現在價值觀 已經很 很確定了 比如說你 你叫我看到這個東西 我如果不喜歡 我過了20年 我也不會變 可是如果我還十幾歲 我可能價值觀還是會變 對啊 所以 那個時候 所以說那種 小時候的教育很重要 所以 你如果以後有小孩 你就先 每天 就放莫札特給他聽 每天放夢想成真給他聽 看會不會生出一個 好一點的金曲評審 幹 直接被 放夢想成真給他聽 幹 變Hater吧 哈哈哈 從小就開始質疑自己 到底是不是真的 這樣 然後 然後 變成 薛熙福斯粉 oh shit 太硬了 好 剪掉了 幹 你不要每次這樣 都要剪掉 自己爆出來 對啊 沒有 各個時期都有 喜歡的東西 對啊 對啊 大家都覺得在我心中還是 Respect 真的 太棒了 他無法 抹滅 嗯 他可能不做音樂怎樣 那個都一直在我 我之前真的是 周杰倩很狂奮 我都買那個J3 什麼J3 他以前有出一個MP3播放的 一個 那個 以前的大部分MP3播放機都很醜 都像是 一塊 平平的 方方的 長方形的東西 可是周杰倩出一個流線型的 喔是喔 對 然後裡面還附著一些 就是他裡面的原本 的音樂這樣 然後賣那個J3 然後賣那個J3 我只記得他有代言手機 嗯 什麼GD GD51喔 什麼BankQ那種 然後我還可以去買 幹難用死了 但J3滿帥的 喔 然後 你記不記得以前小S有代言一個叫什麼 Docomo的那個 就是他還是一個CD播放器 可是他有兩個喇叭 就超早期的 我不記得 就他可以直接播出來 然後呢 幹那個超heat 就是跳舞的人都會直接放 是喔 因為以前你如果要練舞 你要拉一個超大的喇叭 然後再放錄音帶上去 然後那個是可以直接播 就等於我們現在的藍牙喇叭 可是音質滿爛的 喔然後我還要買那個低調的華麗 那是什麼 只有GD51出了書 喔是喔 對 但是其實是類似寫真 類似寫真嗎 沒有啦就是 對啦就很多他的照片 然後就會有一些短短的 他的一些隔眼這樣 欸可 而且我覺得他 他有一陣子 練得很勤的時候滿壯的 超壯啊 幹那寫真裡面他都六塊幾 對啊你 但我不知道那寫真啦 不然我 不是喔我還是會買吧 我還是會買吧 而且他好像前 前陣子拍出席活動變超肥的 是喔 超級肥 人家已經快 對啊人家已經結婚生子了 但是我 很厲害啊就是 想要撞就撞 想要瘦就瘦 滿屌的 他想要 他就是又在 又在那個 他好像後來春晚有唱 唱歌的時候變瘦 喔 而且我覺得周杰倫其實是 滿嘻哈的一個人 你說個性上 對啊 前幾天 前幾天有 我記得大陸的一個微波爾問 然後陳冠希 在嘻哈的地位 嗯 然後好像那個 紅花會不知道貝貝還誰 就拿來講 然後講也算超好 嗯 然後我 我又把它截圖 嗯 我記得那個東西 對 大意就是說 他的歌可能 還不怎麼樣 可是他 他對嘻哈的 貢獻 對貢獻 還有他的sense 是絕對超越 吳亦凡 對 然後他 就是其實 你聽陳冠希 那幾張 他也不是用 因為 國語不是他的母語 對 所以他唱起來其實滿 別角的 對對 對 但他找的那個 陳煥仁啊 什麼MC人 他找的那些人 都是那種 業界頂尖的 對 佼佼者 陳煥仁真的蠻多 MC Hard Dog 寫詞 老莫寫詞 老莫寫詞 有啊 老莫寫陳冠希的詞 有啊 那個 好像是 鏡子還是running 嗯 我覺得陳冠希 對那個 嘻哈的貢獻是很大的 其實我還蠻喜歡 Confusion那張的 真的 因為那張是熱狗 算是製作吧 喔 他每天上班 下班 吃什麼 加班 吃不下飯 什麼 黑眼袋 黑棉菜 然後我就想說 什麼是黑棉菜 什麼是黑棉菜 黑棉菜到底是什麼 黑棉菜是什麼 然後後來我看歌子 黑麵菜 黑麵菜 他可能不知道這是什麼 他就 黑棉菜 黑麵菜是台灣才有吧 對對對 就是熱狗寫詞啊 喔 黑眼袋 黑麵菜 欸熱狗寫詞蠻好分辨的 對啊 超好分辨 很有熱狗特色 對很有熱狗特色 黑眼 每天上班 每天上班 下班 下班 吃不下飯 帶領帶 黑眼袋 黑棉菜 還記得我嗎 黑棉菜 黑棉菜 欸你有看她那個 你有看她嗆女主持人的那個節目嗎 沒有欸 就是 有一個女主 大陸的一個女主持在訪問她 喔喔好像有 好像有 然後她好像就 那女生超不嘻哈 就在亂問 然後她說好啊 那你平常都聽什麼歌 她說我是聽 Snoopy Dog 然後她說 Snoopy Dog 然後她說 你如果這樣子在訪問她 你就會什麼 幹那女生臉真的超濾 Ży掉 幹超嘻哈 然後那個 MC竟還在旁邊打原唱 欸老不要這樣子啊 看這個很經典 關西哥 怎麼跑到關西了 沒有啦我要說周杰人很嘻哈就是 以前他有一陣子 穿得超難按的 超級垮 然後貂皮大衣 很像那個 Rick Ross 然後那種 那個超級毛帽 然後戴個頭巾這樣 大球有一陣子 然後有一陣子 他好像就是在妹被拍到 他直接打狗仔 穿得那個Rick Ross的樣子 然後打狗仔 我全感這太帥了 可是那個時候真的穿得 他跟蔡依林那時候穿得滿嘻哈的 那陣子 2007年左右 現在應該是一個 現在還 我覺得他現在比較像是 那種 有錢的頑童的風格 我不是那個頑童 老頑童的頑童 老頑童喔 對啊 就是你有錢了然後 你什麼都買得到了 那你大概 皇帝style啦 對啦 就是你想穿什麼 或是想support什麼 就穿在身上 對啊 沒有在那麼 刻意的在營造什麼 這集的主題到底是什麼 這集的主題喔 就是嘻哈人看周杰倫啦 嘻哈人看周杰倫啊 對啊 因為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會有這些問題 因為我看網路上很常問 就是就連我的朋友喔 都會說 欸那你怎麼看周杰倫 對 欸那你怎麼看陳冠希 然後我就會 我說你認真問嘛 然後我就超有條理式的回答 然後我想 他就會說什麼 他說喔原來是這樣喔 就像 對啊 所以我覺得做一集這個 我覺得大家會滿有興趣的 因為我們嘻哈的東西都很硬啊 但是用嘻哈的角度去看其他的東西 好啊那 其實我們 我覺得我們剛剛都還沒有用嘻哈的角度 分析周杰倫 我覺得剛剛比較像是從聽覺上 但是如果要從嘻哈這個文化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的詞沒有很嘻哈 我覺得他詞滿嘻哈的耶 我覺得有一些有啦 像是四面楚歌嗎 沒有 你要看那個詞 是不是他自己的詞 如果他自己寫的話就還滿嘻哈的 因為他很多什麼 勾勾勾 你又一直追我什麼 對就是我剛剛講 四面楚歌 我覺得很嘻哈 對 他東西滿嘻哈的 他自己寫的還滿嘻哈的 可是他 別人幫他寫的那個 那就是 饒我舌 可是那可能不是嘻哈 但我說真的啦 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 那種中國文化的東西 然後 我覺得方文山寫的那個東西 比如說千里之外 周杰仁自己寫應該會fucked up 一定的啊 因為 幹 方文山一定是那種 一定看超多那種古詩的 因為那種東西不是那種普通人寫出來 我真的 有一陣子是把方文山寫的詞全部拿出來看一筆 我想說幹 這個人引用那個什麼 他不是有出書嗎 對啊 他很多引用那種 戰國時代的詩人 我想說幹誰會聽 可不可以看這個啊 但是 方文山寫的詞裡面 有一個點 是 他常常會用 誰這個字 哦 就是怎麼樣 怎麼樣 誰 嗯 對對對 或是什麼 你 蒼老了誰 或者什麼 你蒼老了誰 對對對 我覺得 誰這個字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有一種 假白感 或是 哦 就是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有一種假白感 我是還好 你還好 我還好 或是我覺得他太常用 哦 就是第一次用會覺得 哦蠻酷的 哦 就是一直用一直用就會覺得 嘖 幹不要再誰了好不好 這到底是誰 哈哈哈哈 沒有啊 那個 嘻哈圈會有假想笛啊 然後古典 古典圈會有 呵呵 假想詩人 你 假想 假想詩人 假想李白 呵呵呵 你在等誰 你聽了誰 呵呵呵 你在想誰 呵呵呵 應該說這是一個比較 很私意啦 比較私意的一個代名詞嘛 對啊 總比 就是他 或是你 對啊 好 的另外一個選擇 但是 就有一個 我更想聽的是 懸疑嗎 就是誰啊 比如說 不是 我是說就是 真的用一個名詞代替誰這個字 你這個理工腦他媽的 不是不是不是 沒 就是我覺得 到後來我會覺得用誰是一件很混的事 哦 就是你 你真的是可以放一個名詞在那邊 會讓整句 更 更有私意 但是你直接用誰 不會啊 他鱸魚泡的茶 他有說是鱸魚泡的啊 對對對 像這個就 就蠻酷的 鱸魚泡的茶 對 大家都說 將 這如果 你一直說誰泡的茶 這樣 就 哦 對啊 我是覺得還好啦 但是你說有點 我懂你的意思 但我沒有那麼想過 但我都雞蛋你挑骨頭啦 對我懂我意思 但是我記得我高中的時候 方文山有來我們學校演講 哦漂亮哦 然後我還記得他帶著助理演證 反正 就是那堂課是一個就是 類似就是 集會啦 就是全校都要到活動中心 方文山是建宗的哦 不是吧 但是 你說你高中的時候 對他來建宗演講 然後到活動中心 然後 就是可能全年級都在 或是 對然後 就有個Q&A時間 然後我就直接舉手站起來 我第一個問的 真的假的 喔有帥氣喔 我第一個舉手站起來說 誰到底是誰啦 你到底在說誰啦 到底是 誰什麼誰 你的誰到底是誰 誰到底是 誰是誰 昌老的誰 沒有沒有 我真的也蠻靠北的 我說 中國風的歌曲有真無簡 是好是壞 然後我就坐下來 靠北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問這個嗎 為什麼 因為周杰人有一首歌 他的開頭就是 中國風的歌曲有真無簡 是好是壞 未分文山最清楚 那首好熟喔 呃 好像是 紅模仿吧 紅模仿 對 我覺得周杰人寫詞 跟方文山寫詞 他媽 只要一秒鐘就能分出來 超級明顯 那時候就覺得 那時候就很中二就覺得 喔 我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你是在刁難是不是 自爽 沒有沒有 結果方文山他超認真的 喔 回答這個問題 幹他回答什麼 其實我忘記了 幹 也不是你問的嗎 但他好像說 呃 中華風一直都 他就說中華風有很多種定義啦 然後一直都存在 只是說現在 流行起來 然後又說什麼流行 可能是 反正就講得很無聊啦 那時候我覺得很無聊 現在應該還好 如果我現在聽我會覺得 蠻受用的 對 但那時候我就只是想要 問問題而已 就是 滿足自己的ego 白癡的熊仔 但其實中國風 我是滿期待 中國風的那種嘻哈歌 像蓋那種多一點出現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可以講 嗯 是那個王力宏的Chinked Out 欸那是哪一首 我忘了 那不是首 那是王力宏自己 建立的一個曲風 叫做Chinked Out 或是一個文化 你說像他唱那個 火力全開 也不是吧 應該是 或是龍的傳人 或是心中的日月 對對對 就是 中國是 中國風R&B 對 那王力宏的中國風 真的可以出一支王力宏 和周杰倫的中國風 不一樣在哪裡 我覺得這次可以 可以分析 又和蓋的中國風 不一樣在哪裡 但我覺得王力宏 他是一個很純正 美國出來的人 然後他是 他是在美國讀音樂 然後回來 然後拿這些東西去用 所以我覺得他的東西還是蠻 取樣的味道蠻重的 對沒錯 其實我自己心中有個答案啦 就是 王力宏他在用這些 所謂的中國風的時候 他是用Sample的概念 對 所以其實他是很嘻哈的概念 而且他是 他那時候上面文案是寫的 我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說什麼他自己跑去那些少數民族 那邊去錄他們的 實際的演奏 而且我覺得最酷的地方是 他把那些東西 塞回到西洋音樂的樂理裡面 就是譬如說像蓋世英雄裡面 他裡面就是有一個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音階 他硬把他塞到西洋的 progression裡面 就他沒有要走原本的 但是 但是我覺得周杰倫的中國風 他就是比較是 照原本的 對對對 樂器的用法 他怎麼用就怎麼用 他沒有塞 對他不是用塞的 他是比較像 發揚光大的感覺 對 然後王力宏是有一種 那種破壞性創造 對對對 說真的啦 我心目中啦 就中國遊戲他的導師 除了樂狗以外 其他 王力宏最有資格在上面 哦 真的 我說真的 他用的東西 他學的東西 還有他的饒舌 在其他人之上太多了 真的 王力宏真的很屌啦 你上次不是聽到他用節拍器唱 哦對啊 幹那個很強欸 我一直在試 我試不出來 真的假的 對啊 我有 真的在一個拍子上 念1234嗎 還是什麼 他就是 可能BPM射60 然後就 1 1 1 2 1 2 3 123 4 123 4 5 123 4 5 6 123 5 6 7 123 4 5 6 7 8 123 4 5 7 8 9 123 4 5 7 8 9 4 你剛剛好像快成功啦 這之類的 很屌欸 但是我沒有他噴得那麼好啦 對啊 幹他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那個是 對他是 柏克利嗎 還是 對阿 他 他 我覺得他的那個底子很厚啦 底子真的很厚 但 其實周杰倫的 蝴蝶底也很厚啊 嗯 但是 但是 那個 那個 王立宏應該是學流行音樂 還有 西洋音樂的 周杰倫厲害的地方就是他 他 他獨蛋將音樂翻回來 他媽就變超強了 王立宏 就他自己真的很強啦 嗯 嘿嘿嘿 但是真的要講嘻哈文化 到底是 你覺得怎麼樣的人有資格當這個嘻哈的導師 到底是說很懂嘻哈文化 還是很會做 音樂 還是很會 很會饒舌 還是怎樣 因為你看 很懂嘻哈文化的話 那就是陳冠希啊 可是他懂的是美國的嘻哈文化 嗯 中國要辦一個 中國有嘻哈 為什麼要大家比誰比較懂 比較會模仿黑人嗎 還是比較會 就是 沒有我覺得你這個角度切入比較怪啦 因為我覺得 因為你現在 你很懂這個嘻哈文化 好 問題這個嘻哈文化就是從美國出來的 對 沒錯啊 所以說 但是我覺得重點是精神啊 對啊 陳冠希滿有精神 這就是精神 不是說你懂這個歷史 或是說你 歷史當然也很重要 嗯 有脈絡你才能知道這個精神是什麼 但是 還有一種是說 你很懂現在嘻哈在流行什麼 美國嘻哈在流行什麼 那這就是在 跟風啊 我覺得兩者要兼具會比較好吧 我覺得吳亦凡就比較像這個角色 就是他知道現在流行什麼 然後他也懂嘻哈文化 嗯 吳亦凡比較像這個 雖然他做出來的歌也沒有很好聽 但是 他 是有資格在那邊啦 潘偉伯就不是很嘻哈 哲不好說啊 潘帥 這個要剪是不是 沒有 我是不認識他啦 但是 聽說他人很好 我相信他人很好啊 我相信 他人很好跟 你有沒有資格做在那是兩回事 對啊 差不多姑娘 對啊 張正月應該也不行啦 當然他跟熱狗一起做沒差 不會吧 因為張正月應該都有經歷過熱狗 那時候 如果是獨立團的那種 張正月絕對有資格做 對啊 嘻哈有點勉強 對啊就是看你有沒有聽得夠不夠多吧 我覺得 嗯 可是我覺得 你現在現在資訊那麼爆炸啊 你根本沒有辦法所有的東西都聽完 像我剛剛分享一個 對啊 熊仔一個645AR 幹 點閱率那麼高 對啊 熊仔也還沒聽過 這個現在東西太多了 你每天 不要說台灣啦 你大陸一天饒舌歌手可能出了500首歌 就一天 對啊 你根本沒辦法全部聽完 你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而且你怎麼能每一個聽到人都想去 就是去學吧 對啊 齊律父子 對啊 就是 對於 呃 現在的 回到我們大嘻哈的時代好了 對於你要 現在的饒舌歌手 然後想要找一個風格 你身為一個導師 有什麼建議 建議上 現在的新的 New Blur 我覺得 當然 從模仿開始是最好的 但是 你在模仿之餘 最好是 多找幾個人模仿 嗯哼 然後 呃 然後融合 對啊 要想辦法融合 如果你都只找 同一個人模仿的話 你最後就是會變成說 你這個時期超像誰 另外一個時期超像另外一個人 然後又一個時期超像另外一個人 可是 大家會喜歡你的話 終究還是因為 你有一部分的你是沒有改變的 對你自己的東西 對啊 還有就是去 了解背後的 原因吧 就是 不要說只是去模仿他的聲音 但不知道為什麼他要這樣寫啊 嗯嗯嗯 然後去看他的詞在講什麼 你去 為什麼他會寫這種詞 然後你 聽更深的時候 你說喔原來背後有這種文化 喔原來他們的生活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要想說 這時候你有兩種方式可以想 一種是 喔所以為了做那樣的歌 我的生活也要變成那樣 喔好 然後我開始往那個生活 前進 人家很多幫派的 人家的背景不是他們選的 他們是靠這個東西 脫離這個東西 你反而是越活越進去 對 為了模仿人家 這個 對 為了模仿變更 另外一種是 你應該是要去想的是說 人家在這種困境 所以他們選擇用這種方式抒發 那我們現在 我們在這裡 我們有什麼樣的困境 我們這一代有什麼樣的困境 我們的下一代有什麼樣的困境 我們要 用這種精神 來宣洩這些困境 或是來改變這些困境 而不是 就是越活的越像 黑人吧 對啊 又不是越來越貧民窟吧 不小心走心了 我們又不是貧民窟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 精神是這個 對啊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啦 像我們DAC 上一集春夜那有講過 就是 為什麼 所有的東西 不管漫畫 電動電影 拿去日本 就變另外一個味道了 不管舞蹈啊 塗鴉 因為他們 自己的東西很強 然後外面的東西 進去之後 沒辦法 改變他 本來的樣子 所以會 不管什麼東西 進了日本之後 就完全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摔角什麼 都是 對啊 那個就是人家 這個敵運很厚啊 而且你看你去 日本機場迎接 大家的是 瑪利歐耶 超屌的 就是 他們已經有那個自信 說這個東西 你 任何國家的人 一看就知道 啊 這是我們的東西 對 就是 我覺得 這跟我們的那個 國家認同也有關係 台灣的 年代是比較短一點 對啊 那我們可以找出我們自己 的優勢 跟我們自己的文化 這樣 對啊 像我以前就蠻喜歡那個 烤秋琴 對 他的東西就是 就是那種嘻哈配索娜 然後有一些 很多 幹很多變化 然後是那種 那我覺得他們還是比較 樂團思維 對對對 還是比較樂團思維 樂團思維 其實和嘻哈 我覺得就 就蠻抵觸的 我 我 我懂 除非你是很嘻哈的團 像The Roots那種 因為 我 我一開始 我一開始就是 聽六王我也聽不太懂 嗯 但我後來 我後來想起 以前黑暗堡壘 跟以前 那個 他們也不是很嘻哈 Lim Baskin Lim Baskin 對 Lim Baskin 然後就想到 原來 那是New Metal啊 那不一樣 那不是嘻哈啊 對啊 就是我 你看他們 我看到那個脈絡啦 對但你光看他們的詞 你就會覺得 那不是從嘻哈出來的 因為你看 Mike Shenoda唱的詞 連他自己的個人專輯 你都會覺得 嘖 就是有一種 不是嘻哈的詞的味道 那個詞就有點像是方文山寫的 饒舌的感覺 嗯 One thing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to try Keep that in mind I'm designed to explain to do time 就是他唱了很多 但是沒有講到任何事情 就是 我覺得很嘻哈跟很會Rap 是兩件事 對啊 對這個我們 我們很常聊到 但我還是可以跟觀眾講一下 就是 你可能在中國有嘻哈 有沒有聽到 哇幹那個技巧超強的 可是他 沒有那個靈魂 就嘻哈很重要就是 他靈魂 他想訴說什麼 像Dag之前就說 我們很respect很保護這個文化 那可是你 送出去到其他國家的時候 是否中間 輸送的過程中 這也就有點斷掉了 然後需要一些 我們這些人來保持 去了解這樣子 就是很多 很多人都可以唱饒舌啊 每個人 都可以唱饒舌 可是你 可不可以唱出那個 味道 他那個味道很難 用言語型 你是導師喔 言語型 我不是導師啊 但我還是 有評論的權利吧 對啊 你在這個頻道上是導師啊 我不算啦 我不算 我不算 你在三七部裡面是導師啊 好啦 我Nobody 你可以評 把湯捷泡著泡回 沒有啦 我覺得 像那個誰 欸 你上次說 嗆Migos 然後Migos 直接站起來 那個是誰 Joe Budden啊 DJ Academics 幹他老師也那麼很爛啊 他老師也沒有很好啊 他自己覺得他自己超強 真的 他超常講的 他說 像Arm 他說什麼 你這 十年來沒有 你的饒舌沒有講過任何一件事情 我講的事情比你講的還多 我也覺得我自己超強的 Joe Budden 但Joe Budden是最大的Podcast之一 我覺得他評得很好啊 嘻哈Podcast 他還是評得蠻好的 對啊 就是我覺得很會 很會饒舌跟很嘻哈兩件事 很會評跟很會做也是兩件事 我相信陳萬希是比很多人更懂的 但是 那是兩件事啊 我有跟你講 Joe Budden聽盧沛的歌的故事嗎 盧沛沒有欸 盧沛沒有欸 就是盧沛他前陣子 我不知道怎麼剪進去 會不會扯得太遠了 好我們先 我們先結束 結束是嗎 喔那 今天聊到這 就是 蠻 對我蠻有感觸 蠻有感觸 我剛 我剛剛原本要做節目突然Joe Budden 喔對不起 好反正 反正就是我們這一集 應該會盡量趕啦 在大嘻哈時代 出來之前趕 然後希望大家 一定會出來 現在我們有生產線了 好加油加油 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先到這 就這樣嗎 就這樣嗎 欸我不是一個小時多了 OKOK 好那 我們下一 希望大家不會覺得很無聊 不會我覺得蠻好笑的 不會嗎 好好好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新鮮 明顯 陪著你童年 走得太前面 踏實接一橋 不斷的領先 在惡靈裡面 啊 Forever Forever 他在Mumber Run 你在Mama Taco 少量點掌血 有超人熊毛 任性風下 OG 許他退手 不能說得秘密封為生 做得意的票 得意的票 在我地盤這裡 你就daddy 我的 我得意的票 得意的票 回家到Wiki 我追他像追火車 一 二 三 四 三 五 八 四 十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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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